問題是什麼 在心中默念三遍 拿起塔羅牌 仔細一句一句分析 擁有六年占卜經驗的 塔羅牌占星師IVY 累積不少顧客 不過因為疫情影響 對她的生意衝擊很大 大家就是趁機休息 或者是說去另外做一些進修等等 今年32歲的IVY 不僅是命理老師 也是房僚師和舞蹈老師 都是自由接案 以往每個月平均薪資三萬元 最好的時候 每個月會有六萬塊錢 不過從疫情開始至今 收入不穩定 其中三月最慘 收入只剩下六千 連自己工作室的房租都付不出來 她一個月大概要兩萬元 這樣付金怎麼辦 那就吃老本 而生計受到影響的還有她 穿上米其林玩偶服 在舞台上和獲獎者熱情合照 今年32歲的Shane 原本在澳門 菲律賓和美國 擔任賭場會計 薪水折合台幣 每個月可以賺到十萬元 不過因為疫情關係回台 擔任操偶師和房仲 最慘的時期半年月薪都不到六千元 像吃老本的部分就是在肚子子 城台月底吃土族達到372萬人 而潛在的新坪族恐怕上看748萬人 超過89%的年輕人 對於經濟現況毫無安全感 大概也佔了這個上班族當中的七到八成要開源節流 人力銀行計算想要收入購用 擺脫新貧族的命運 平均預估月薪要增加9831元 若以經常性薪資42303元來估算 需要再加進23.2%的幅度 記者限制的外山台北採訪報導